前面呢,我分享了一个别的鸭肠的做法 很多朋友留言 我为啥前面稀的时候那么多 最后只有那么一点点鸭肠 其实主要的问题在于 鸭肠锁碎比较严重 而来呢,我还准备了另外一个菜 水煮鸭肠 现在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鸭肠的清洗就不再啰嗦 准备服料 大葱学到学成马耳朵 生姜撇破后,剁成姜米 被烧去的蒜片 大蒜苗 锅笋头头盖刀,拌成小条 起锅,烧热 下少许的油 化锅 再勾入少许的火锅油 化开后,投入花椒 干海椒,爆炒香味 炒香,炒至少许的油 倒入生姜和蒜片 葱段,一起炒至少许的香味 锅中加入四两个清水 调入盐,鸡精,胡椒面 锅中加入四两个清水 锅中水一开后 投入窝盐盐 汆烫至短生 等锅中再一次烧开了 就老鼠配菜 装入大碗中 打底 锅中再一次沸腾 打开 用筷子夹几根鸭肠 在锅中蒜汤 这一步鱼我们平时吃火锅式一样的 不要加多了 不然水开不起来 食材容易辣 口感也就不醇了 鸭肠只需要边饮边食就可以了 装入大碗中 担心鸭肠排场地 可以用剪刀剪成两段 碗中撒上一把蒜苗和葱水 把汤汁淋入碗中 再放上一把钢海椒剪 少许的鲜花椒 将热油浇入碗中 寄出香味 美味继承 大刀铜面 往往回中 就算是一般拥有火锅的食材 只要你掌握了它的贴心 煮菜的时候 都能心手练难 生活就是这样 庄国就能遇到惊喜 我是厨子 下期见 下期见 如果有空见 能不知 到这里 有空见 会在这里 从这再来 有空见 有空见 人